肺腺癌案例 2016年9月22号 因为吃东西常常会呛到 头晕的情形越来越频繁 想说去医院去做检查 检查之后发现呢 胸部这边就是肺部有一个肿瘤 因为那时候是心脏科 他是叫我去胸腔科检查 确认左边左肺有一个三公分的肿瘤 因为那个危险性很高 建议我要到那个教协医院去 做更进一步的切片 因为我不想要做这种治疗 因为很可怕 然后到了晚上 突然想到一个朋友 他是软巢癌 他已经瘦到42公斤 他换了一种方式 他就体重就恢复了10公斤 而且越来越健康 隔天我就立刻去找我那个朋友 得知到有原始点 便回家去上网去研究 2016年10月13号 到基金会参加张医师的咨询 咨询后呢 我与先生充满了信心 便回家操作原始点 但改善有限 于是我2016年11月17号 回到基金会修正操作的方式后 我回家就改为正确的原始点方式操作 我每天由先生按推一次 工作午休时 也自己用人工手肘按推 我开始不吃冰品水果 含其他含粮的食物 既吃甜食 我绝对都不碰 平常吃饭还有煮菜 因为我都不敢吃辣 但是我现在我都会放姜 蒜 甚至朝天椒 让吃的食物变成温热性 饮料呢 我也改成热的浓姜汤 每天早上我就喝我先生打的食谷浆粥 每次喝下去的时候 倍感温暖 很感谢我先生 其实我也更感恩我的婆婆 她每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 她都已经帮我准备 准备好晚餐 这些晚餐都是她以前都没有做过的 都是我们基金会的温热性的料理 在家人的支持下 婆婆开始把她种植多年菜园 改成种姜 并且我们已经开始自行制作干姜片了 因为我还在上班 每天早上5点15就我开始做瑜伽 拉筋30分钟 接下来我有设定时间 30分钟之后我就要去爬山 爬40分钟之后 让我自己汗流浃背 整个衣服全部都湿光光 如果下雨天我没有办法做 我就在家里做油氧槽 30分钟下来也是全身都是汗 汗下来的时候是觉得很舒服 就提供我一天的热量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假日的时候 我会安排2到10小时以上登山活动 目前我已经爬了十几座山 那有些山我都甚至已经爬到两三次了 出门或是上班 我一定会穿那个远红外线的那个背心 一回到家我就会用红豆袋 文符睡觉的时候是用水暖垫平常我都会跟我先生看手册 切筐的时候我就会听张医师的讲座 深入我每一个细胞 我觉得如果能充分了解张医师的理念之后 可以用快乐的心情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把原始点的理念融入在生活中 那一般人生病呢 很容易自怨自哀 如果找到自己心灵的依靠 就能将原始点内化成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处理前症状有多白痰、晕眩、夜咳、胸痛、近时一腔道 平时手冰冷、天冷而紧张时手发白 经过正确原始点方式处理半年后 夜咳、胸痛、近时一腔道等症状已完全改善 而白痰、晕眩、平时手冰冷、天冷而紧张时手发白等症状 在工作压力大、身体疲累及受寒时会复发 但与半年前相比已有大幅改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